詞曲 李宗盛 各位老師好 好 兩位會長說要我介紹我的作品 我簡單說明一下 這是合掌村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那因為是秋天去的 所以我畫了很多風葉在 那午後就是陽光的腳步 去推散它大概 陽光的位置 那合掌村它其實就是一個 左右光線的部分 那我個人認為風景畫 就是要畫出那個空氣感 畫出那種時間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風景畫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都知道風景風景 相對於人物相對於近物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風質 那我覺得風它是一個大自然的狀態 大自然的狀態 景是地景 所以風景的風代表一種大自然的狀態 它包含了季節春夏秋冬 包括時間日夜成昏 然後包括天氣 這個情與各種變化的可能性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學生分享 就是畫一張風景 你只是一個景 你只是紀錄當下 在那個時間點能夠呈現的面貌 可是你不同的時間 你會看到不同的景點 然後不同的季節 會看到不同的內容 所以一個風景畫它可能變化 你用四乘以四乘以四 至少它有多少可能 所以自然現象 它是我們描寫一個地景一種 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這裡面呈現了季節跟時間 季節跟時間 陽光的強度這樣子 那我常常喜歡在畫面裡面 賦予它一種空氣感 再來就是賦予它 可以隱身的一種想像空間 所以你會覺得 我畫那個人背著一個竹籠子 他穿的衣服 其實是早期的那種日式的 那種男人穿的衣服 他走了一個步道往上 那言下之意是有一點要回家 其實這個人是在帶領 看畫的人的一種情緒 他帶著我們想跟著他走 然後這邊呢 有幾個鄰居村民 你會覺得他的頭往這邊看 他也往這邊看 他們等著要跟他say hello 或許他回來以後他就會畫家常 這幾個人就會東家常西家短音 然後就會在這邊哈啦哈啦 然後是營造一種山村的氛圍 那種氛圍就可以凝聚吃 就是出一點比較大家那種親情之間 或友情之間的一種 依蠻在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 所以每一個人的動作都稍微帶有他的影射性 那我想這個建築的特點 當然就是這張畫一個非常重要 呈現的一個面貌 因為他有一定的電話去 呈現當時去到那個地方的一個小學 然後用想像的空間 這些人有對話 其實他們都有準備要對話 或者正在對話的一種開始清點這樣子 所以一張畫 我希望是讓人家可以深入到 可以有一些 家有天出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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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